周深和萨贝宁仿佛是天生的行星相惜 又是天生的互斗 从一起合作offer就开始互怼 在经典永流传中更是行星相惜 两个人都是有才有搞笑 这不 在最近的你好生活中 两个人差点打起来 大家一起看京剧表演后 讨厌什么时候可以叫好 以及怎么叫好 周深学着学着表情越来越猙獰 刚好又是对着萨贝宁的 看起来就像是要和萨贝宁干架似的 萨贝宁就说 你凶什么啊凶 哈哈哈哈 接着在大家一番甜言蜜语中 被拱着上去表演了一段打鼓 虽然嘴里说着不会 可能也是第一次打 却打得很好 也是很厉害了 然后又被大家拉着去表演京剧 嘴里大喊着 我不会 我不会啊 结果来了一段 至少在我这个外行看来 很好的扎美案表演 中间萨贝宁洋装生气的上去 揪着深深的衣服 直接提起来质问道 你还说你不会 哈哈 这算不算是报前面被凶的仇 说到唱京剧 后面周深还轻唱了一句梨花颂 当听到京剧艺术家胡文革的心愿 是让国粹京剧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能永远发光时 马上喊话 自己的愿望是希望胡文革老师的心愿能实现 妥妥的暖心深深 这样的周深 谁不喜欢呢 最后 记得不要错过周深今天的音乐节哦 没有票看看饭拍也是不错的 有灯火力的中国哦 很借人 感谢观看